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丹文龍 我住在台中市 祖祖公 自我小孩的事情 我就對母親很有興趣 因為可能受到父親的影響 我們爸爸的影響 因為我們爸爸對母親也很有興趣 我們爸爸將事辦桌做裁縫的工作 然後我住在家裡看母親 我印象中他好像說 他對母親的熱愛 只帶母親也沒有去看 母親幾乎都是在影響 每天幾乎都去看母親做他的照片 我做小孩就對母親很濃好興趣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找一些像 人家說了啦 養好多的人家說了啦 或是說一些茶 自己就要去摸摸摸什麼 所以每次吐我手都到胸胸 到胸胸 到胸胸 所以我爸爸每次都會影響 把我抹 是在我國中畢業後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對母親很有興趣 所以每次都去看別人的面試 我第一團第二的面試 是給我一個好朋友給我帶去 那個局團裡面的表演 去裡面做學生 做到去我們家的人都很反饋 因為我爸爸經常說 他說做那個人很不前 做那個人 以後也沒有什麼出團 但是我就奇怪 因為從小孩就對這種 補得戲就很有興趣 所以就先走去局團 對差不多2、5的時間 我們買了一次機緣 再去我們這個 那個天吳下 那時候天吳下 在旁邊 在那邊 剛才在南東 所以有那個機緣 之後就開始去裡面 學生 然後 學生 那時候我 印象中 日常 我是在那邊 裡面做朋友 在那裡學生 晚上 繼續 上這個國中的課程 因為以前的小孩 國中是我們最基本的 所以我在台中 那時候我的印象中 就是 做 做到差不多 要做朋友的時候 那時候 我 朋友來家 跟我說金工這邊 就是 恩尊養母席的這邊 有缺人 有缺一個地方 所以看我有幸福 如果我退後 差不多1個月 我才去 這間公司裡面 去我裡面做 就這樣接觸母席 接觸 就有夠久的時間了 但是兄弟 在這個 當中 在做母席 在打母席 在打母席 當中 因為我對 鐵紅子很有興趣 所以 我就當時 會去研究 也比較軟 會去找一些資料 因為可能是看 小孩的關係 因為 覺得 紅子 一成不變 沒有什麼變化性 你想說 現在的紅子 跟以前的紅子 變化又很大 因為 我說真的 像我們這種 外岸 像這種東西 像這種紅子 這是傳統裡面的民伯母 所以它的變化 就很怕 會比較多 會比較不舒服 會比較不同 當然是接觸 接觸就去紅子 這個部分 因為 以前 像我以前 他會把老師傅問 甚至我去中環 不可以 師傅就跟你說 我們這個教來不教我 所以 他沒想要傳承 然後 突然去分別 但是 也不是說 全部都分別 因為 我們 以前 古早的人 台灣人就是這樣 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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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但是 實際上 我們也是看一些老實 就有啟動了 接著會頭一些技術 或是頭一些小技術 回家後自己慢慢研究 也不是說沒有老師 以前這麼有寬風大量的就是 我們高興的新老師 現在人家可以過往 所以要認真說 如果是貴人的話 我應該是在他那裡啟動最多的東西 因為他那裡比較開放 所以我們在那裡會啟 啟動就是看他怎麼做 啟動他一些東西 一般我們的傳統木偶 或者是現在的木偶 基本上都是分 生、蛋、禁、莫、醜 跟雜角 像這個 這就是我們電視王的鞋子 我們現在比較一下 像這就是傳統的鞋子 這是笑的鞋子 其實它的差別不會太大 就是你像笑的鞋子就是你笑嘛 但是唯一差別就是說 它的挾發到它的五官的輪廓 像這個就比較高興 這就是比較現代的 差在這裡 差最大就是 聖誕禁 禁這個角色 像這個 這就是禁 這也是禁 團統那樣就是都以外面為準 所以團統那樣它的禁腳 大部分都是花蓮 然後你看我們電視 它也是比較外人臉 但是它的無外面來說 但是它的輪廓就是 比較豐富一點 我現在來開始 讀這道菜 齁 我會先用鞋子 用鞋子要把我們要的廚型先出來 因為就是要一個頭 還有一個鞋子 因為我們因為它所在的關火 所以我沒帶插鞋子出來 我先用鞋子先開 要把它的鞋子先開出來 好 因為我們第一個改動就是 做醋梅要先鑽醋梅 當好之後 皮到差不多這個肝臟的時候 要先涼散 要把五瓶的散子先涼出來 涼出來之後 再開始下去啃 因為傳統老公有一個吉卡 就是基本上分這三個等份 就是牆頭 它會比較凝固 它會比較鞋 它這三個要是對等的 因為你傳統老公都有固定的旁邊 和固定的寸出 所以我就是基本上要先把山領出來 領好之後再把山領 這上面就是調查好的成品 如果我們現在全部都調查好的時候 就是要開始要分了 所謂的分就是要先過座 但是現在大部份都差不多把那個步驟都先掉 因為都在這裡打北部 北部的成品就是我們的水果 還要開始去分 現在打北部打差不多三個之後 才開始落去爛 把一些皮膚比較小的皮膚出來之後 有這麼多面色 那面色 你像衣冠說來講 像大部份就是一紅的圍住 不然就是那種地瓜紅 紫衛的地瓜紅就是類似 比較淺色 是比較黃色 然後分好之後 才開始就要打牌劑 牌劑打好之後 就是要再租 那租租好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生片 那生片之後就是 像頭盔的部分就是要請人做 那像頭盔組就是這個模型 就是請像這樣 其實現在齁 我覺得布袋系這種東西已經快要斷層掉了 因為後面要吃起來 要學的人 其實很少很少 但是也是有摸一些人 他也是會感到這種傳承 也就是想要吃 我也要鼓勵大家就是說 如果真的對這種東西有興趣 還是對布袋真的有興趣 我覺得就是說 要有一個耐心在那裡 不行 因為我覺得很多年輕人就是這樣 他頭一開始接觸到 但是他塗到平前的時候 他就想要放棄了 他就沒想要繼續參與 雖然說出爐不多 但是我感覺 你如果說真的有心 也是有他的出爐在那裡 布袋這種東西 我感覺這是一個 台灣特別想要去 發養公開的一個技術 因為台灣這塊市場 甚至時機來說 布袋這個口號 對我們來說已經變得很小 所以你如果想要說 以外的感覺 你如果想要說 還要讓他發揚更公開 就是說 你把好的東西 打作名片的方式 或是說把你好好的東西 做作品的方式 然後 讓外國人 盡量還可以看到 我的人流是這樣 我的希望也是希望說 我可以做好的作品 或是說打作好的名片 有辦法撒出外國 讓大家看到 就這樣 我是張文章 分年報令 最快讚